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偏财运 偏财即意外之财 偏财运好的人一夜暴富都是有可能的 但偏财运也不是说有就有的 还得要看你命里是否存在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会有偏财运呢 今天小姜之就和大家说说 一 单凤眼和凤眼 所谓的凤眼是指眼形细长 单眼皮或者内双 眼睛的尾部略微上翘 眼神藏而不露 但是却明亮有神 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和想法 这种人一般性格内敛而深沉 做事稳重大方 而且头脑睿智 思考能力强 应变能力快 做事专注而用心 无论做什么一定要做出个样子 不喜欢半途而废 内心非常的执着 而且眼光独到 善于发现和把握机会 具备一夜暴富的潜力 二 额头宽阔 下巴圆满 从面向的角度来分析 额头代表着智慧和早年运势 下巴代表着蓄财能力和晚年运势 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长得宽阔饱满的话 这种人一般头脑聪明 目光长远 做事很有规划 考虑事情比较的全面 也很有理想和闯劲 而且从小家境优越 能够得到长辈和父母的帮助和提醒 下巴圆软饱满的人 一般性格温和 人际关系较好 而且做事踏实 储蓄能力强 也特别的善于理财和挣钱 容易报复 三 眉尾浓密 眉毛代表着一个人的脾气 性格和为人处事的态度 如果一个人的眉尾长得浓密而紧凑的话 这种人一般性格执着 做事坚持 做事很有原则 为人处事方面也很有自己的态度 不喜欢随波逐流 特别有想法 有着很浅的经济头脑 而且做事非常的努力 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 往往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丰厚的财富 并且不喜欢混乱花钱 能够积攒一下丰厚的家业 而眉尾散乱的人 一般自我控制力比较差 花钱没有节制 即便有钱也留不住 四 嘴大起嘴角上扬 嘴巴代表着一个人的俯罗运势 口才和交际能力 也能反映出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和事业财运状况 如果一个人的嘴巴比较大 且嘴角上扬的话 这种人一般特别的爱笑 有着很强的亲和力 而且性格乐观开朗 对待事业积极友善尽心 对生活充满热情 而且口才非常的好 交际能力比较强 因此人缘非常的好 朋友也比较的多 遇到困难时 身边常会有贵人相助 事业和财运发展稳定 能够获得人们的尊敬 财富积累也比较快 五 耳垂厚大 且脸性方正 耳朵为甚至外巧 主一个人的智商 健康和祖孕 如果一个人的耳垂厚大的话 这种人一般身体素质较好 精力充沛 做事积极 而且智商较高 善于思考 学习能力比较强 有成大师的潜质 很有福气 而脸型方正的人 一般性格成熟内敛 做事稳健大方 个人能力也比较的突出 看上去很有气势 有着很强的领导力 容易赢得周围人的幸福和尊敬 财运旺盛 事业成功 想不富都难 六 鼻子风楼 在相学中 鼻子也成为财博公 掌管着人的财运 也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品行 如果一个人的鼻子长得风楼而挺拔的话 这种人一般内心非常的正直和善良 做事很有原则 而且自信心十足 做事很有主见和魄力 不喜欢犹犹豫豫 在大人处事方面讲究公正和公平 不喜欢寻思 往往能够赢得周围人的幸福 事业发展平稳 聚才能力比较强 赚钱也比较轻松 也容易一夜暴富 七 眼睛细长 眼神睿智 眼睛代表了一个人的智慧和内心想法 而这里说的眼形细长 且眼尾向上延伸 在面相中有成单凤眼或者凤眼 这种眼睛看着像是单眼皮或者是有些内霜 这种眼相的人眼睛不大 但是却内藏不外露 眼神有光 为人非常的睿智 有着很强的分析能力 预示反应比较快 非常的有经济头脑 并且善于把握时机 有一夜暴富的机会 八 眉微紧凑 不散乱 眉毛不仅代表了一个人的性格 还代表了一个人的花钱态度 一般眉微散乱的人性格急躁 做事缺少规划 花钱大手大脚 非常的不具材 而眉毛尾部浓密 紧凑 不散乱的人 一般为人比较的谨慎 形式比较的稳重 花钱有度 这种人做事认真 并且有恒心有毅力 非常的有精神头脑 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获得大的财富 有一夜暴富的可能性 九 方脸型耳垂厚 方脸型又称国字脸 这种面相的人一般看上去都比较的有气势 为人拥有非常强的自尊心 性格坚韧 做事时非常的有魄力 能称大事 耳垂厚大的人性格一般非常的温厚 并且懂得满足 个性不贪婪 肾气充足 身体素质非常的好 做事非常的有精力 并且非常的有智慧 财运非常的旺 有一夜暴富的命 十 三光高选 三光指的是双眉眉尾上方和鼻尖 这三个部位连起来正好是倒三角 而且直指入嘴 财气自三光位置入嘴而存 为你吸纳财气 三光部位隐隐泛有淡黄色的色泽 就叫三光高悬 它预示着即将有一笔横财到来 由此面向的人就要做好准备 抓住这笔横财 十一 眉毛整齐 眉毛代表偏财公位 眉毛弯秀 眉尾整齐的人 一般偏财运比较好 如果一个人眉毛长得秀气 再加上眉中有智的话 那么此人偏财运会非常的好 眉中智又被称为草里藏猪 代表着意外之财 偏财运叠加 一旦抓住天赐良机 就很有可能富贵满营 除了面向外 身体还有暴富质 有这些智的人藏金纳淫 极容易发行财 一 发中藏质 在相学中 智长得越隐蔽越好 如果一个人的头发中间长质 这颗质称为碧月修花质 产有此质的人 这种人大多祖运较好 家中比较英识 与生俱来的好运气 能够得到家中长辈的庇护和帮助 遇到问题时 身边也总有贵人 及时出手相助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这种人恨财运非常的旺 挣钱比较容易 只需要多加努力一些 一生富贵不用愁 如果心地善良 则可恩泽子孙 一代福故一代 二 地库有黑质 地库指的是下巴 而地库则是嘴角两侧 稍下方的部位 代表着一个人藏金纳淫的能力 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领导力 和晚年运 如果一个人的地库部位 长有黑质的话 这种人一般很有 做领导的潜质 左能挣钱 又能掌权 善于积累财富 能够过上富贵无忧的生活 男人有此质 命中有横财 女人有此质 望夫又望财 十人九富 晚年身家雄厚 福气满满 三 厚薄有质 如果一个人的脖子后方的 正中部位长质的话 这颗质也称为靠身质 代表着一个人的背景和贵人 长有此质的人 一般形式稳重 为人低调 不喜欢张扬 做事非常的踏实 属于那种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很有理想和抱负 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得非常不错 容易受到领导和长辈的赏识和器重 贵人运非常的好 命中横财较多 有一夜暴富的可能 四 锁骨有质 锁骨是人身上一个比较重要的部位 连接着人的前胸和胳膊头 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命运如何 如果一个人锁骨处长着的话 这种人大多天生头脑非常的聪慧 反映能力比较快 给人一种灵气十足的感觉 这种人大多情商都非常的好 说话做事都很懂得把握分寸 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因此身边贵人比较多 关键时候总能得到贵人的帮助 男人锁骨有质 一生大富大贵 女人锁骨长质 一家贵妇 五 手臂上有质 如果一个人的上臂外侧的中间部位长质的话 这颗质在相学中也称为壁垒 若是此质长毛的话 在相学中称为铁树开花 有招财劲宝之意 长有此质的人 一般性情非常的稳重 做事稳健 思想方面比较的成熟 而且头脑聪慧 善于思考和学习 应变能力也比较的强 能够应对和解决各种突发事件 有着很强的执行能力 事业上发展比较顺利 而且眼光独到 善于发现机会 非常的适合经商 当官升千块 经商遍地财 一生富贵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秘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